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小坤给大家拿出来一件 割釉开片的瓷器 供大家欣赏学习一下 为什么拿出来这件呢 它是有非常的代表性的 大家看啊 这种瓷器的纹路呢 叫割釉开片 今天分享的两点知识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叫割釉开片 它是怎么形成的 第二一点呢 就是如何判定一下它的年代 第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这种割釉开片的瓷器 咱们拿的这种清代的呢 它是仿割釉的 不是说真正的割釉瓷器 这一点大家首先要知道 不管咱们拿的是清中期 清早期还是清晚期的 都是仿割釉的 不是说真正的原始的割釉 它这个割釉开片的工艺 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最早这种工艺出来以后 它是一种瓷器烧制的缺陷 它是由于瓷器在烧制过程当中 这个胎和腰膨胀的系数不同 至少它开裂了 后来啊 歪打正凿 烧制出来这种瓷器呢 大家都比较喜欢 后来就故意烧制这种瓷器 其实它原始是一种瓷器的缺陷 第二一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件瓷器的开片工艺 大家看了吗 这种纹路非常大 非常深沉 这种大开片的瓷器 过去在老古安行啊 都说是雍正时期的 其实啊 这个观念呢 应该有所改变 不一定 还有啊 过去老古安行说的 大开片工艺啊 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市面上 因为现在市面上 如果大家不太了解的话 视觉上有的开片 开的比这还大着 开的非常大 但是非常浅 非常浅薄 这种不算大开片 我们所说的大开片 就是这种 它非常深沉 真正的金丝铁线 大家看啊 它这个开片是在右下的 我手是滑不到的 这个右下跟右上 也是区分割窑跟观窑的区别 观窑瓷器都在右上的 但是呢 后来到清中期以后 到晚清 很多人对这种概念呢 也比较模糊了 我为什么给大家拿出来实物呢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实物 如果大家光看理论的话 你更模糊 比如说 就拿这件 各有开片瓶器来说 它也叫各有开片瓶器 但是呢 它是晚清时期的 它这两种质量是不同的 大家看啊 这是浅浅的在表面 一种细小纹路的开片瓶器 这个呀 是一个文房的青花 加白的小水云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两件瓶器 都给大家转过来 让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第二一点 就是判定一下它的年代 大家看了吗 这种各有开片的工艺 刚才给大家讲了 开的非常深 在右下真正的金丝铁线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足 这个底足呀 有微微的护胎 非常的坚硬 光滑 有微微的泛起的小泥铸被 这是清代乾隆时期的 乾隆时期的胎质呢 要比清中期以后 胎质要细腻很多 其实大家判断 乾隆胎质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清花瓷器判断 是比较好判断的 之前还有很多藏友问 这种黑色的是什么 它这种黑色的 是一种酱釉铁锈花工艺 成一种装饰品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到有的乾隆瓷器呀 有的清早期的瓷器呀 刷这种酱口 其实它俩是一样的酱釉铁锈花工艺 外边刷了一层酱釉 大家看这种大开片 开得非常漂亮 我们在学习瓷器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学会自己总结 拿它对比清晚期 清中期道光家道时期的 还有晚清光绪时期的 有什么区别 这个胎质啊非常重 大家呀不能上手 这么一个小瓶非常重 手头非常重 好 现在我们把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 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两件瓷器的开片工艺 大家看开得非常的深 这是真正的金丝铁线 右面非常的淫润啊 这个很多藏友啊 看到这种瓷器呢 比较光亮的话都认为是贼光 这种啊说明你要没有入门 自己要多学习多上手 看这种开片了吗 柚子非常厚 我们看它的口眼 这种柚非常厚 不是浅浅的那种薄柚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足 我把这个底足啊 镜头给大家再放大一下 现在咱们把这个镜头给大家放大二倍 大家看一下 这外边是薄薄的护胎 胎足呢 非常的坚硬 细腻 大家这样看应该自己能看懂 大家这样看 也看得比较清楚 咱们每期视频呢 都给大家这样拍摄 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哪怕有两三个人 有一个人学到了知识 咱们这个视频都没白讲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晚清的文房的水鱼儿 它的工艺呢 是青花加白 隔游开片 这种隔游开片 是小细纹的隔游开片 它比较浅薄 比较浅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底足 不是右面 大家注意啊 像这种小水鱼儿 隔游开片的 市面上也有方品 如果大家不懂的时候呢 要学会自己总结 这个是原汁原味 我未清理的 非常漂亮 它是文房的 我们结合食物和理论知识 大家学习起来呢 比较容易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知识呢 也很简单 大家认真听的话 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这种 隔游开片的工艺 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如何判定 它的年代 咱们每期视频啊 都给大家拿出来食物 食物和理论相结合着 给大家说一下 而且呢 食物占的比重 还要大 如果大家光听理论知识 你光看书本的话 你没有食物 你一件食物都没上过手 你是很难理解的 本身这个收藏品瓷器的知识呢 就应该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 但是现在好多 初学的藏友 或者中学的藏友 或者不带统的藏友呢 过度依赖于这种理论知识 缺少了实战经验 如果您爱好老刺激 喜欢老刺激收藏的话 别忘了给小昆点点爱惜和关注 咱们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没关注的 给小昆点点关注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感谢观看